如果按照柯市長的標準 那麼南北環也是還沒完成 如果照這樣的標準 他的完工率是零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開槍 柯文哲拿同樣標準來看待 前瞻計畫軌道建設 柯文哲能夠服氣嗎 因為前一天 柯文哲指導賴清德本命區 拿前瞻計畫做文章 砲打軌道建設 柯文哲臉書批評前瞻計畫 軌道建設完工率到底是多少 指出國發會說一百一十一年底 第三期為止執行率是96.95% 直言預算執行率不等於項目完工率 更直言審計部最新資料 軌道建設完工率12% 還說20%軌道建設沒有動工 比完工的還要多 我想一個捷運蟲規劃 四年施工工期八年 要長達12年的時間 所以有的還沒有完成是很正常的 實際上過去雙北投入一兆 兩千億的捷運建設經費 光是前瞻計畫就佔了八千億 如果第一期到第三期 質詢率沒有達到九成 立法院不可能編列下一期預算 他在現在的台北市 裡面包括信義縣的東延段 包括萬大一期 包括環狀的北環跟南環段 還有萬大二期 他的完工率就是零 東環縣送到中央審議到行政院 核定就花了三年 雖然在柯文哲任內通過環狀縣的一期 還有代辦台中綠縣也都是在柯文哲任內完工的 所以完工率怎麼會算到百分之零呢 柯主席砲打軌道建設 但執行率還有項目完工率 該怎麼算才合理 恐怕並非有利自己的算法才算數 詢勒學員 黃英傑 結果關台北報導